最近俄乌大战打着打着,又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阶段了,而且都是围绕着马里乌波尔,大鱼浮上水面,美军四星上将疑似被捉,多个大人物出面捞人也没用,拜登其风了,持续下注,彻底堵红了眼,乌方一直强调,钢铁厂里还有平民呼吁长期停火,以确保撤离平民。 对于乌方的消息,俄方予以否认了,说实话这很奇怪,俄罗斯方面已经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了,乌克兰这边要真的是出于人道主义,就赶紧撤走平民就行了,却还有心思在这里打嘴炮,而且最近西方的行动,也都是围绕着这个亚素钢铁厂来的,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? 不过围绕着亚素钢铁厂,大家都说这里面有条大鱼,这个说法的根据来自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,他声称在亚素钢铁厂抓捕了一条大鱼,这条消息目前有好几个可靠的版本,俄罗斯真理报和360电视频道报道称,这条大鱼就是想从钢铁厂下水到逃亡的。 加拿大被退役中将卡迪尔,他负责乌境内一号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致命病毒,这些人都被困在亚素钢铁厂里面,加拿大方面则回应,该中将在上任半年后现役辞职。 这个回应让消息就更加的可靠了,一个刚上任半年不到的中将突然就辞职了,因为如果不这么说,一个现役军官参战就相当于加拿大向俄罗斯直接宣战。 不过加拿大中将这个级别,似乎还不至于让他们如此的着急。 卡德罗夫又透露,亚素钢铁厂内还有四条非常大,非常重要的超级大鲨鱼,至少比加拿大退役中将更重要的大鱼。 像加拿大中将这样的人物,顶多是蒜条中等鱼,很多人都推测美国重要人物和生物实验资料才是大鱼,起码的是民主党嫡系大人物。 因为最近美国大人物接连的到访乌克兰,其中就包括了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。 在他到访之前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出马了,冲突已经爆发两个多月了,这个时候却出来拉偏价。 而且他和普京会晤的主题,就是马里乌布尔亚素钢铁厂里的武装人员的撤离,以及设立冲突地区的平民安全通道。 看吧,又是亚素钢铁厂,这个意图已经很明显了,就是西方派来当说客的联合国出面也没有用。 普京并没有理会这么多大人物,大家都猜测这条大鱼的身份不简单。 最近可信度很高的一个说法就是,大鱼就是美空军四星上将沃尔特斯,他是美军欧洲司令不司令,兼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近日美国突然宣布,有将军卡沃里接替沃尔特斯的职位,这个不是普通职位,是一个领导十万驻欧美军,以相当有实权的职位,美国突然换将进一步地证实了这则消息。 消息的真真假假掺杂其中,在俄罗斯方面公布前谁都不能确定,但可以肯定的是,里面肯定有不得了的人物或者是秘密,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目前马里乌波尔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,北约在那里可能有一个高级指挥部,或者是高机密的生物实验室,最近西方很多外交手段都是围绕着马里乌波尔来展开的,同时西方对乌克兰援助从深度到广度都在加强,拜登持续下注已经堵红了眼,再度宣布对乌克兰提供1.5亿美元的军援,并且要求国会尽快就3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里面有200亿美元是军事援助,而美国防长奥斯汀也表示,将竭尽全力满足乌克兰的防务需求,到现在美国再也不能隔岸光火了,世界武林高手或许即将过招。 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之前,美国和西方媒体不断炮制普京将在阅兵式上,对乌克兰正式宣战的舆论,但是很遗憾,普京没有宣战。 普京看透了西方的伎俩,北约操控乌克兰军队在阅兵日前夜,发动了蛇岛突击等全面反攻。 军被俄罗斯军队挫败,派去潜伏在俄境内,破坏阅兵式的特工也悉数被抓捕。 西方企图通过激怒普京,把普京将在阅兵式后对乌克兰宣战的谣言,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落空了。 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,阐述了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意义,以及向牺牲的劣势致敬, 同时祝福商员们早日康复,保证照顾好猎属和军属,同时呼吁俄罗斯军队为了祖国而战,为了胜利而战,最后还向俄罗斯无名烈士目进现了花圈。 普京没有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,对乌克兰宣战,事实上俄罗斯官方的说法,一直都是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,尽量避免提到战争两个字。 而全世界的媒体报道,用的都是乌克兰战争,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,或许就是我们外人看不懂乌克兰战争的原因。 对于普京和俄罗斯人来说,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,是为了对乌克兰进行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,就像是一个兄长在教训不听话的小兄弟。 而美国和北约巴布的他们自相残杀,所以才不断夸大战争的规模,并且不断拱火升级战争。 而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目标,则是要终结美国霸权,或者说是要整垮北约,分裂欧盟和美国。 这个目标决定了,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宣战,它的矛头和目标就不是对着乌克兰去的,而是针对美西方扶持的傀儡政权而来的。 为了破坏俄罗斯的大阅兵,激化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,进一步升级战争,美国可谓是煞费苦心了,做了好几件恶心的事情,包括造谣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对乌克兰宣战。 第二件事就是美国国会通过决议,将没收的近6000亿美元的,俄罗斯外汇储备和国家资产转交给乌克兰,用于乌克兰战争和人道主义。 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,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,我想一亿多俄罗斯人会记得这笔仇恨。 大家想想,假如中国和日本在打仗,美国人将中国的财产没收了给日本人来打中国,这不是拉仇恨吗? 第三件事就是派出特工和恐怖组织袭击俄罗斯。 俄罗斯国安部门于5月8日,在靠近俄罗斯航天发射场附近的军事基地,逮捕了一名英国特工和白俄罗斯女性,他们企图袭击俄罗斯航天发射场。 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,还抓获了60多名新纳粹组织成员,他们计划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,破坏胜利日阅兵。 第四件事就是重头戏,操控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发动了全面反击。 美国和北约的算盘打得响,企图借俄罗斯胜利日阅兵,军队松懈之机,打一个突然袭击,让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丢脸,击溃俄罗斯的军心和士气,很遗憾遭到了可耻的失败。 5月8日晚,俄罗斯胜利日阅兵是前夜,乌克兰军队精锐进出,对俄罗斯军队发动了全面反击战,在黑海中的蛇岛和顿巴斯各个战场主动反攻,企图打俄罗斯军队一个措手不及。 乌克兰军方利用仅存的空军,出动了几架战斗机对蛇岛进行了火力掩盖,然后出动了三架米巴直升机,装载了一个连的空降兵,占领了蛇岛。 乌克兰军方还特意发了一个视频,庆贺蛇岛大捷,给俄罗斯胜利日县礼,没想到还真成了县礼了,早就埋伏在附近的俄罗斯隐形护卫舰,摧毁了乌克兰的苏-24和苏-27军机,以及三架米巴直升机。 殲灭了攻占蛇岛的空降兵,而且摧毁了其登陆艇。 至少两三百名乌克兰精锐士兵被俄罗斯包了饺子,真的是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了。 在顿拉斯的反攻也是一样的结果,遭到了挫败。 俄罗斯军队可能早就猜到了,乌克兰军队要打反击,早就把口袋振扎好了。 等着乌克兰军队来送死,毕竟这比进攻乌克兰军队打向战容易多了。 在北顿涅茨克,俄罗斯军队就挫败了突袭的乌克兰军队,并且顺势打了个反攻,包围了四千多名乌克兰军队。 现在全世界都在期待马里乌波尔的大鱼、亚素钢铁厂里面,到底有多少条大鱼? 这些大鱼有哪些价值,实在是令人期待。 也许粉碎美帝霸权的密码,就在这些大鱼的身上。 也许粉碎美帝霸权的密码,一起共有活力的力量。